科幻小说情节之一,是利用黑洞作为通向另一个维度,时间线或宇宙的入口,这种幻想可能成为现实。 黑洞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,当一颗恒星被压缩到一个点,产生一个无限密度的基点时,就会产生黑洞。 可以举个例子说,基点就是在时空结构上打了一个洞,这很可能为超空间旅行提供条件。 研究人员先前认为,黑洞是可怕的,它们会吞噬一切,如果你靠近,黑洞就会使航天气在完全蒸发之前,经受难以用理论说明的的拉伸和挤压。 位于马萨诸塞大学达特茅斯分校的研究小组,和佐治亚洲格温内特学院的研究团队已经证明,所有的黑洞不是都是暴躁的。 像人马座A这样的黑洞,它位于我们银河系的中心,如果航天气穿越它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。 Mallory是这个研究小组内的一名理论物理学家,她所做的工作,就是凭借其强大的计算能力,推测黑洞的相关理论。 为此Mallory和她的团队共同建立了一个计算机模型,可以捕捉到航天气,或任何大型物体,进入黑洞的基本物理效应。 Mallory的模型是一个像人马座A的黑洞,世界大小,质量等数据都一样。 在之后的数据中她发现,在任何情况下,掉入旋转黑洞的物体,在通过黑洞内世界基点时都不会受到无限大的影响。 不仅如此,在理论的情况下,这些影响可能会比预想的小,允许时间线通过基点。 这个实验数据就增加了利用大型旋转黑洞,作为超空间旅行入口的可能性。 Mallory还发现了一个以前没有被完全理解的特点,在旋转黑洞的背景下,基点效应会导致航天气上的拉伸和挤压效应迅速增加。 但是对于巨大的黑洞来说,这种效应的强度是非常小的。 此图描绘了航天气钢架,在坠入旋转黑洞时的物理应变,插图描绘的时间很长,大家可以看到最后才开始形变。 因此,太空船及其宇航员,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内幸存下来。 还有一个关键点是,这些效应不会毫无限制的增加。 Mallory利用计算机模拟来研究黑洞对物体的影响的方法,在黑洞理论领域非常普遍。 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力,在黑洞内或黑洞附近进行真正的实验,所以科学家们借助理论和模拟,来发展一种理解,通过做出预测核心的发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